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计算机的基本颜色,以及相关的运算。 当一束光线射入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光线触碰到视网膜,对我们的感光系统产生刺激, 然后通过神经信号传入到大脑,大脑解析这些信号,生成颜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光线的颜色。 但是我们如何在计算机里面来描述这个颜色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这一张图,大家在小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学习过。 我们看到的颜色,其实是通过三种颜色来描述的。 通过对红色、绿色、蓝色这三种颜色指定不同的强度,进行不同的混合,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颜色。 因此,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使用红色、绿色、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表示最终的颜色。 我们就简写为RGB。 其中,R代表红色、G代表绿色、B代表蓝色。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打开我们的U2T3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U2T3D里面的颜色选择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颜色选择器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R、G、B这三个参数可以调节。 通过调节这三个参数,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随便调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将R调到最大,其他两种颜色调到最小,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红色。 我们如果将R调到最小,G调到最大,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绿色。 同样,我们将B调到最大,呈现出来的就是蓝色。 我们如果将这三个分量都调到最小, 那么它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黑色。 那么它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黑色。 如果都调到最大,它们呈现出来的就是白色。 因此,在计算机里面,我们就是通过这三种颜色来模拟最终的颜色。 我们显示器发出来的红光,绿光,蓝光的强度是有上线的。 计算机为了方便处理,将光线的颜色规范化为0到1这个区间。 其中0表示强度最小,1表示强度最大,中间就表示中等强度。 既然颜色可以由R,G,B来进行表示,那么颜色就有了三个维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使用向量来表示一个颜色。 比如,010就表示为强度为0的红光,强度为1的绿光,强度为0的蓝光,最后它就变成了绿光。 既然颜色可以用向量表示,那么我们颜色就可以使用向量的某些运算规则来对其进行计算。 那么,经过计算之后,得到一个新的颜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法。 假设我们的红光为100,绿光为010,那么红光加绿光就变成了110,就变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线。 同样,我们的减法那么也应该适用。 我们就设我们的黄光为110,绿光为010,那么黄光减去绿光就应该得到红光。 因为我们之前的加法的计算结果吻合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标亮成法。 假设白光为111,那么0.5,省一白光,就变成了一个灰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点击和叉击。 点击和叉击对颜色运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首先,点击是两个向量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个标亮。 差级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垂直于这个两个向量的另外一个向量。 但是我们的颜色没有任何几何意义。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乘法,称为分量乘法。 分量乘法的定义如下。 两个向量的分量乘法的结果等于它们对应的分量的乘积。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颜色0为111,颜色1为0.75,0.25,0.5。 那么颜色0,与颜色1的分量乘法就等于0.75,0.25,0.5。 那么分量乘法它的应用场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假设一下,我们的颜色0为太阳光,颜色1为材质的反射率。 那么太阳光照射到这个材质上面之后,这个材质会吸收掉一定的光线。 最后将太阳光反射出去。 假设这个材质的吸收的光线的吸收率为,红色吸收25%, 绿色吸收75%,蓝色吸收50%, 那么我们的太阳光与材质的反射率进行分量乘法, 就可以计算出我们的太阳光经过了材质吸收之后反射出来的光线的强度。 这种场合的应用非常多。 比如我们的太阳光照射到一个纯红色的小球上面, 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够看到纯红色, 看不到其他颜色, 其实就是因为其他颜色被吸收掉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数学运算来应用到3D的场景里面去, 从而模拟出来各种真实的效果。 当我们进行颜色计算的时候, 难免会超过01区间。 有可能是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 某个分量小于0, 也有可能是在做加法的时候, 某个分量大于了1。 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我们就要保证颜色分量处于0到1这个区间之内。 我们就需要将颜色分量截取到0到1这个区间。 现在我们再回到UVT3D里面, 来看一下它的颜色选择器。 大家就会发现RGB这三个分量的值, 它的范围是从0开始到255结束。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8位来表示一个颜色分量。 那么2的8次方其实就是256。 计算机的下标从0开始, 那么也就变成了0到255。 既然每个分量都有256种颜色表示, 那么三个颜色分量的组合就是256的三次方, 就约等于1600万色。 在很多设备上面, 比如手机设备, 平板, 它们的参数上面都会写到支持1600万色。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分量使用了8位。 我们提供给美术同学使用的颜色分量是用0到255来进行表示的。 因为0到255对于美术同学来说这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在3D程序里面, 我们使用0到1这个区间来进行表示。 因此我们需要将0到255这个区间映射到0到1这个区间。 这个映射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除以255就可以顺利地映射过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2位色。 32位色。 我们在我们原来的RGB上面添加一个分量α, 用来表示颜色的透明度。 那么最终我们就变成了RGBA。 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2位色。 在某些情况下面, 我们其实不需要用到这么精确的颜色。 因此我们可能使用4位来表示一个颜色, 或者使用2位来表示一个颜色。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格式。 大家在Unity3D里面就会发现各种格式。 大家其实只要看一下它格式的名称, 就应该知道它格式的内容。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Unity3D里面的一些常见的格式。 比如第一种, 就是它默认的, 使用的是4位一个像素。 下面这两种, 其实是DDS的格式。 比如第一种使用的是4位一个像素。 第二种使用的是1字节每一个像素。 那么它刚好比4位每一个像素多了一倍的内存空间。 然后有Android的工程默认使用的格式。 比如也有2位每像素的, 有4位每像素的, 等等8位每像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格式。 最后就是真彩。 真彩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带阿尔法通道的RGB32位色。 ARGB和RGBA, 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 我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每一个格式的含义。 大家只要对照我前面讲解的就可以理解到。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将会为大家讲解到顶点以及顶点缓冲区的概念。